马奈画了素描 给这个杰业梅夫人画了素描 又画了色粉 然后她对她的美貌 她的五官 当然是非常的欣赏 你看得出一看就看得明白的 然后我们都知道 这个杰业梅夫人和马奈的关系 再进一步探索的话 她不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现在流传下来的是 马奈在她生活的最后几年 因为她的疾病发足很严重了 她住院她在疗养 然后她就写信给那些朋友 让他们去看看她 或者给她至少多写一些信 其中有一封是写给杰业梅夫人的 这封信是用了两张纸正范两面 都画满了涂鸦色的杰业梅夫人的靴纸 她走路的样子 就是一张纸的正面 这是这张纸的反面 所以正面的靴纸 你还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两张纸 两面正范两面 都画 都写满了 都图满了 然后她翘到二郎腿的样子 她走路的样子 她这里还画了杰业梅夫人的 一个侧面像 这幅信写的是什么呢 翻译成英文 这幅信的原文在 罗浮宫的大案馆 翻译成英文是说 马奈1880年 7月或者8月那个时候 病已经很重了 过了其实她过了不到三年就去世了 1883年她去世了 她说这个 她的信的大意是说 亲爱的夫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说我画的那些东西都是胡说八道 nonsense 但是她们却是sweet nonsense 甜蜜的胡说八道 因为她让我愉快地打发我的时光 我正在痊愈 我正在好起来 I'm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我正在好起来 所以她说 你时不时地来那么一封信 A letter from you Now and then 你时不时地来这么一封信 会让我好得快一些 所以 你不要吝啬你的笔墨哦 就是说 你给我多多写信哦 所以从她的这个语气里边 你可以听出来 她跟杰业梅夫人的关系 绝对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是比较亲密的一种关系 这个语气语调 从这个文字的内容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到这儿为止 我们觉得这幅画开始 形象鲜明起来了 就是说 考虑到马奈跟画中的 那个模特的关系 这幅画对我们来讲 意味更加深长 她为什么要 要画这个 画一个就是 其实那个杰业梅先生 跟马奈长得很像很像 年龄也差不多 马奈也是半拖顶了 有的人甚至认为 其实她在画马奈本人 她是一幅自画像 她在试探着和那位女士的关系 通过中间的一丝雪茄 要碰到了 但是没碰到 这没有明确的证据 但是这是一种猜想 但是有意思的是 我们至少明确的一点是 原来马奈跟模特的关系 是这样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 一般的就是点头朋友 或者只是认识而已 不是 她是比较亲密的一种关系 那亲密到何种程度 不知道 现在我还不知道 还是一个 她不知道 所以这种用那个 调查这个绘画的 赞助人的方式 研究模特的方式 研究画家跟画中画的人物 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艺术史的研究的方法 我们称之为艺术社会史 而这个当然有很多 马克思主义开始 从这个 然后到匈牙利的学者 叫豪哲尔 然后再到这个 现在的英国的学者 叫T.J. Clark 这个是英国 现在很 刚退休 但是还很活跃的 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家 他就是用这个 这个艺术社会史的方法 写了著名的马奈和他的追随者 就是印象派 马奈 现在生活的画像 富标其实是 马奈及其追随者 艺术中的巴黎 他的追随者就是 他的那些印象派的朋友 像莫奈 雷诺阿 德加 这些 这个 写的是马奈的生活 然后 他也很有意思 有一张是 整整一张是分析 马奈的一件作品 就是奥林匹亚 我认为这是 到现在为止 关于奥林匹亚的 这个分析和研究当中 最棒的一篇 论文 就是没有超越过它 后来人没有超越过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超越过 这是一个 用艺术社会史的方法 来研究的 来解读那幅画